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door Living的店長飛機 今次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件 桌面面前的發熱背心 可能大家都有見過、聽過、看過 或者可能已經買了 我們稍後會詳細講一下它的原理 還有怎樣去照顧它 還有為什麼這麼多件發熱背心 我們會選擇這件發熱背心 先講一下它的原理 其實沒有什麼技術的 很簡單的 你看到它是用一個外置電源 一個USB的尿袋 你看到裡面有一個暗袋位 有一條USB線伸出來 衣服本身已經有了 駁了這個電 其實你已經看到 或者我再駁多一次 一駁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開啟燈了 因為已經知道是有電到的 你再長按它 它是紅色 最熱的 藍色就是中間的 綠色就是最低的溫度 或者你再按就會循環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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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發熱背心 那麽 這件發熱背心 那麽 這個尿袋 你可以放回去 那麽 我們一路穿著它 等一下我們有個溫度計 可以試試它 幾十秒就可以了 那麽它除了說 它穿了一件衣服 發熱 還有你看到有這個銀底的設計 那麽 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過 譬如你去 你見到跑馬拉松 或者行山 有時候 有些人急救 會用這些類似銀色的太空箭 其實那個保溫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都是我們叫做 Prevent Heat Loss by Radiation 就是說 其實你的人的體溫 會有一部份 是透過類似的紅外線 或者 Radiation 去離開你的身體 那麽當你的身體外面 有些這樣的 淡煎 或者有些銀底 去隔著的時候 那些紅外線就會射出去 就會反射回來 那你的身體流失熱能的速度 就會比平常會慢一點 那麽好了 那麽我們看看發熱背心 那麽去到這裏 譬如我們量度一下 它的表面應該是22度 因為我看不清楚 那麽如果量度一下中間 你可以看到 去到29度 30度 還有這條頸 這個位置 都已經去到30多度 有很多位置已經去到38度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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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 大家都很適合 那麽 說完 那麽 那倒是 那麽 先聽話講吧 那麽 因為很多戶外工作的人 因為他們不想穿 critical的衣服 如果有個發熱功能的時候 我們问题上有些複雜 對著 戶外和戶內的環境出入 的溫差很大 或者我自己試過幾次去露營 或者我試過和朋友上富士山 你明知道是有幾個小時清晨那段時間 是最冷的 但是你又沒有理由 就是為了幾個小時帶兩三件魚翁去 譬如我們去拍完癌影片那次 凌晨5點多就要起床 要預備的東西 我穿著這件衣服 開到最高 再加一件風褲 我就衝了出去 去到中午下午的時候 雖然很大風 但是已經沒有那麼冷的時候 就關掣 仍然都是同一件背心 同一件風褲 可以應付到 溫差大概都有10度 上富士山一樣 都是最冷的時候 就是清晨等日出的時候 就開掣 去到下山 開始熱的時候 就關掣 那不用整天 衣服要剝完 又要找位置擺 搞來搞去 那 也有人 feedback 我們 那些老人家 在家裡穿 好過開暖爐 因為沒有那麼乾燥 一開了暖爐 嘴巴會很乾 還有 如果大家買了的時候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為什麼不穿 可能 這個也給大家一些提示 有時候 為什麼我這樣開不著呢 就是尿袋 關掉了 在這裡 按一按 你會看到 又要穿上燈 不關這件衣服 你的尿袋 它會自己會 跑 off 現在可以穿上 好了 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你想穿這件 背心 或者平時保溫 其實有幾個提示 第一 戴帽 因為好像我這樣 沒什麼頭髮 戴帽子就很重要 因為 正常人 頭髮的 熱 loss 是很重要的 第二 就是 你不要覺得 穿了一件背心 就大了 穿短的衣服 千萬不要 因為你很多這些位置 會日風 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再加一件風褲 都不用太厚 最重要是擋到風 因為 你那個 發熱背心裡面 已經會發熱了 那你 穿了一件發熱背心之後 然後穿了一件風褲 那你有風吹過來的時候 你外面那一陣 就擋了那些風 而你 自己本身的體溫 和發熱背心 發熱的熱 就可以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就會 暖暖暖暖 再下去 就是 比較 我們其實都比較了 市面上很多不同的品牌 或者很多不同的款式 的發熱背心 包括有些 美國 韓國 香港 很多不知的品牌 我們最後就選了這件 老實說 是中國製造的 為什麼呢 就是 我們覺得它的性價比是最高 因為如果你說外國有牌子 那些 動一下都會有四位數字 你看看我們這件 其實 你也不用怎麼思考 那個價錢 你可能會問 中國那些可以不可以的 我們也是同樣會 跟大家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件 sample 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 好像剛才那樣 試一下這些功能 然後 我們就把它剪開了 我們就剪爛了整件事 發覺它 怎麼那麼神奇呢 原來 你看到黑色的布這個位 還有頸部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它發熱的元件 你看到有供電 進來這裡 有些發熱的元件 那我問 喂 如果好像以前那些金屬的發熱線 電死人 會不會太熱的 那樣 我們最後剪來剪去 剪爛了整件衣服之後 發現了 原來 我放了一點鏡頭 最終發熱的部分 就是這些 像頭髮絲一樣 叫做炭纖維 它就會收藏在這樣的布料裡面 你看到有一個電源線進來 然後 就會有一堆像頭髮那樣的東西 或者之後再拍照給大家看 去發熱的 我們試過 又 so far ok 用了那麼久 又安全 所以才去推介給大家 另外還有 除了那個價錢 其實還有一個考慮就是 因為這件發熱背心 你想想一下 一年365天 你可能只有兩三個星期 用得著 如果你整四位數字 買了一件這樣的背心回來之後 玩兩年 沒有了 其實都挺傷心的 但是 這一件如果這樣的價位 哪怕兩年之後 或者三年之後 真的有問題 Touchwood真的有問題 我當它這麼差 你當它是普通背心 但是我相信這件背心 都玩了一段時間 不止兩三年 還有 再下 我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比較發熱背心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頸發熱位 譬如 因為你發覺 那些背心 有些是背脊 或者是胸口 會發熱 其實 你這些位置 都是會有件衣服 隔著的 你的衣服隔著了 背脊 和隔著胸口 但是這條頸 可以直接碰到你的皮膚 你是覺得最舒服 最過癮 或者是最正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頸後面 這裏 那你就暖暖暖 整個人都暖暖 那如果整件 如果你的背心 是沒有了頸的發熱位 我覺得 就真的 某程度上 失去了重點 多少錢都好 我們看到市面上 有些 可以Apps控制 等等 那些 我覺得 是好的 但是 我又未必需要 或者一般人 未必需要 用到這麼先進 或者可能給人 Apps也不會用 按鍵 看紅黃綠 那就搞定 就可以了 那 對了 也有網友 早 剛剛這一兩天 去 溫馨提示 我們 喂 阿菲基 我知道你推介的東西很好 但是 好像你的背心 到處都可以買了 開始 其實我們是不怕的 我們也很開心 看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 其實 Outer living 做了這麼久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除了想 買多點東西 多點單 之外 我們真的很想 去將一些 大家 未見過 或者 不認識 或者可能少 留意的一些產品 去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 去接受 如果大家 去 覺得好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 這個都是 一個很好的 回報 所以 有時候 我們推到這些產品 到處都是 其實我們 推完這個之後 蘋果日報 也有報導 是同一件的 快背心 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 起碼 市場 或者蘋果日報 都認同了 我們的推介 是真的對這個 社會 對這個香港有價值 我們 絕對開心 你說 喂 那 走出去買也可以 不用去 Outer living 買 其實 我們都會很開心 如果你覺得 我們的推介 是好 其實我一直都很開心 但是 我又說回頭 其實我們都會 找廠 直接拿貨 你看到我們 回到這裡 驗屍 驗完才會 推介給大家 我們在 任何地方 都是這樣 答應大家 出得我們Outer living 門口的貨 一定經過我們的 自己測試 還有 有信心的保證 不適合 絕對可以拿回來 那 對了 不說太多了 發熱背心 希望大家都喜歡 還有可以過一個 暖粒粒的冬天 多謝大家 拜拜